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与索尼电庄在日本成立的合资公司JASM正在进行台积电在日本首座晶圆厂建设,预计2024年竣工。 JASM总裁库田佑依在近日的Semicon Japan2023半导体展览会上表示,他理解许多日本供应商已经转移到台湾,为台积电等大客户服务。 但现在日本也需要他们,希望晶片产业供应商重返日本,以帮助日本的半导体生产。 JASM是由台积电、索尼和丰田下属的电创公司共同组建的合资企业,负责运营位于日本雄本的晶片工厂。 该工厂未来将进行22奈米、28奈米和12奈米、16奈米FinFET制程工艺的生产,预计月产能达5.5万片300毫米晶圆。 库天又一表示,工厂建设正取得稳步进展,该工厂有望于2024年投产。 该公司正在寻求扩大材料和机械设备在日本本土的采购。 JASM的目标是在2030年将从日本采购的各类间接晶片材料工具的比例从25%提高至60%。 库天又一称,许多日本公司正在台湾,而不是在日本生产尖端半导体相关材料,因为目前晶片微型化制造在日本有些停滞不前。 目前,日本本土的晶片制程还停滞在40奈米,但日本政府和企业近年来已经设立了明确目标,将在未来几年内赶上与其他地区的差距,希望在日本制造2奈米或以下制程半导体。 对于台积电日本雄本工厂,如果供应商距离工厂更近,就可以更快、更便宜地进行采购。 此外,这些日本供应商在台湾已经为台积电服务。 据业内人士称,台积电通常不愿意更换供应商,因此,日本新晶圆厂仍可以选择与之前相同的供应商。 与此同时,台积电2奈米布局持续进行中,其中,台湾新竹宝山厂计划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移基,2025年第四季度量产。 近日有消息称,台积电通知设备商高雄厂自2025年第三季度展开移基,同年底是生产,目标2026年量产。 一届消息指出,新竹宝山厂2奈米初期月产能约3万片,高雄厂将导入采用背面供电技术的N2P节点2奈米加强板制程,初期月产能也是约3万片。 另外,值得注意的是,日本富士通的A64FX处理器曾经助力赴约Fuga Co.登顶全球超算第一,目前他们已开始研发下一代处理器,代号Monica。 Monica处理器和A64FX一样,仍然基于ARM架构,基于最新的ARM V9A指令级,最多大约150个核心。 通过3D Chiplet设计分成两个带,并与SRAM、IO控制器等单元封装在一起。 每个核心均有CM2使用单元,因此能并行处理大规模使用数据,非常适合高效能预算、人工智慧,但具体宽度暂时不详。 Monica处理器支援DDR5G一体和下一代PCI-E6.0总线,也支援CXL3.0。 虽然功耗不详,但极号称风能就可以搞定,能效非常高。 它将采用尚未投产的台积电2奈米工艺制造,预计富士通的2027财年及2026年推出。 值得一提的是,Monica不会用于日本下一代顶级超算,而是作为过渡,到时候得看Monica的下一代,预计2030年才会上线。 在此背景之下,日本本土最先进的晶圆厂就坐不住了。 据日本媒体报道,同样在这次召开的SemiCon Japan 2023活动上,由日本政府支持的新创晶圆代工厂RAPDES董事长东哲郎表示, 他相信,日本能够在尖端晶圆制造技术竞赛上,迎头赶上台积电与英特尔等领先者,缩短多达20年的落后差距。 他补充道,晶片市场正朝着专注于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,而不是朝通用型晶片的方向发展。 RAPDES希望能够在这个过渡期进入市场,并能够得到日本机械设备和化学品供应公司的全力支持。 东哲郎表示,RAPDES北海道建厂计划一定会成功,并且大约在2027年至2028年期间,相关制程技术将发生改变。 因为,新兴的电晶体构架,GAA全环绕炸集将取代目前主流的FinFET构架,推动半导体制造的进步,可以生产2奈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的晶片。 资料显示,RAPDES于2022年8月成立,由丰田、Sony、NTT、NEC、软银、SoftBank、电装Denso、NandFlash大厂凯霞、Kioxia、30UFJ等8家日企共同出资设立。 出资额各为73亿日元,且日本政府也将提供700亿日元补助金,作为其研发预算。 目标是在5年后的2027年开始量产2奈米先进制程晶片。 RAPDES计划国产化的对象,为使用于自动驾驶、人工智慧、AI等用途的先进逻辑晶片。 今年2月底,RAPDES宣布将在日本北部岛屿北海道的千岁市建造一座2奈米晶圆代工厂。 RAPDES将基于IBM的2奈米制程技术,研发RAPDES版制造技术,计划2027年量产。 而RAPDES版制造技术将会聚焦高效能运算、HPC和超低功耗、Ultra Low Power两大方向。 市场消息表示,RAPDES北海道2奈米产线将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,称为创新整合制造,IIM。 其中,IIM1阶段将制造2奈米晶片,IIM2阶段将处理比2奈米更先进制程。 今年9月初,RAPDES的2奈米晶圆厂已经正式动工建设,目标是在2025年之前建立第一条原型产线,随后在2027年量产2奈米晶片。 届时,日本有望成为继美国、台湾、韩国、爱尔兰之后,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导入EUV的晶片量产产线的地区。 目前,日本政府正在向RAPDES提供数千亿日元的资金援助,以使其在日本北海道千岁市建设先进制程晶圆厂能够完成。 同时,RAPDES也与IBM、ASML等开展深度合作。 RAPDES也已经派遣100名工程师到IBM学习2奈米晶片制造级GAA电晶体技术。 最后,东哲郎强调,半导体市场正朝着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,而不是以通用型晶片的方向来发展。 RAPDES希望能够在这个过渡期抢击市场当中,并能够得到日本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相关公司的全力支持。 东哲郎指出,日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,创造一个能够诞生尖端技术的平台,这将成为日本年轻一代的新希望之光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